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在这个特别而重要的日子里 我们将带领大家一同探讨关于关帝魔道日即将到来的好运气 以及那些在明天6月18日将迎来财运亨童 幸福满满的五大幸运生效 这五个幸运的生效不仅会在事业 财运和家庭各个方面迎来丰厚的收获 而且在各个领域中都会有天降横财的好运 三代花不完的富贵运气即将降临 关帝魔道日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节日 更是一个带给人们希望和力量的日子 在这个节日到来之际 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详细的内容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节日的意义 以及它所带来的好运 幸运的生效们将如何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抓住难得的机遇 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他们将如何在事业上取得突破 在财运上获得丰收 在家庭生活中享受更多的幸福与和谐 现在让我们一同深入了解关帝魔道日的历史背景 探寻这一节日的起源和它所承载的深刻意义 同时我们也将揭晓这五大幸运生效的详细情况 分析它们在各个方面的好运气 无论您是哪一个生效相信在了解这些内容之后 您都会受到启发找到属于自己的好运指导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主题 详细解读关帝魔道日的背景和这五个将迎来美好前景的幸运生效的具体情况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同开启这段充满希望和惊喜的旅程吧 关帝即关羽是三国时期的著名将领 以其中意勇武被后世尊为武圣 关羽的名字在中华文化中几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不仅在战场上勇猛无比 屡屡立下赫赫战功 成为三国时期属汉的重要支柱 还以其忠诚和信仪成为了后世崇拜的象征 关羽的忠义精神尤其值得一提 他对于刘备的忠诚 对兄弟的情谊 都成为后世人们所传送的假话 关羽的英勇事迹和高尚品德被广泛传播 他的形象深入人心 被塑造为正直 忠诚 勇敢的化身 正因为如此 关羽不仅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 更是在宗教信仰和民间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许多人家中供奉着官地相 商甲 武士 甚至是普通百姓都对他顶礼膜拜 希望通过敬奉关羽 获得他那种无畏无惧 一泊云天的精神力量 关羽的故事 在不同的文化和地区 被赋予了丰富的意义和象征 他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 更是忠义和勇气的象征 不仅在历史上流明轻史 也在神话和宗教中获得了神圣的地位 官地磨刀日 据传是关羽在准备出征前磨刀的日子 关羽在即将出征之前 会精心磨砺他的青龙眼月刀 象征着他对即将到来的战斗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一行为 不仅仅是对武器的打磨 更是对自己意志和决心的磨砺 体现了他作为一名武将的严谨态度和无畏精神 为了纪念关羽的英勇与忠义 后世人们将这一天定为官地磨刀日 在这一天 人们通常会进行各种纪念活动 首先 磨刀成为了这一天的重要象征和仪式 无论是家中做家务的小刀 还是农耕工具 甚至是商铺的剪刀 大家都会认真地磨砺一番 这个习俗 不仅是为了纪念关羽的勇武精神 也寓意着对未来生活和工作的重新开始和认真准备 此外 祭拜官地也是官地磨刀日的重要活动之一 人们会在官地庙中焚香叩拜 祈求官地保佑家宅平安 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祭拜仪式庄重而隆重 香烟缭绕 祈愿生生 通过祭拜 信众不仅表达了对关羽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更希望能够得到她的庇护和加持 继承她的中医精神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在许多地方 官地磨刀日还会举行盛大的庙会和祭祀活动 庙会期间 人们穿戴整齐 再歌再舞 营造出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 庙会上 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表演 还有各种传统手工艺品和美食 供人们享用 祭祀活动则更为庄严肃穆 人们依照古理 虔诚地向官地献上祭品 祈求她赐予勇气和力量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人们不仅表达了对关羽的敬仰之情 还希望能够继承她的精神 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挑战 官地磨刀日的纪念活动 不仅是对关羽个人的缅怀 更是对中医精神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无论是磨刀 祭拜还是庙会和祭祀 所有这些活动都提醒着人们要保持坚定的信念 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考验 官地磨刀日作为一个传统节日 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内涵 通过这个节日 关羽的英勇与中医精神得以一代代转成 激励着人们不断进取 勇往直前 正是因为官地磨刀日的存在 关羽的精神和故事才能够历久弥新 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和理想 官地磨刀日的精神 可以用一句经书中的话来总结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这句话出自佛说法华经 意思是无论何时 我们都应当铭记最初的信念 才能最终实现目标 保持初心 坚持信念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诱惑 都不忘最初的理想和目标 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实中走向成功 在官地磨刀日这一天 人们通过各种纪念活动 来缅怀和学习关羽的中医精神 这不仅是一种对历史英雄的尊敬和纪念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鞭策和激励 在磨刀仪式中 人们不仅仅是磨砺手中的工具 更是在心中磨砺自己的意志和信念 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活动 提醒自己要像关羽一样 在面对人生中的种种考验时 能够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庙会和祭祀活动 也是官地磨刀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些热闹的活动中 人们不仅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 也在前一幕话中 接受了中医精神的熏陶 庙会上的各种表演和活动 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也传递了关羽中医精神的深刻内涵 祭祀活动中 那种庄重和虔诚 更是对关羽精神的一种最高敬意 他提醒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要保持对理想和信念的执着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走向成功的彼岸 接下来看看是哪五大幸运生效 第五名 生效机 生效机将在官地磨刀日 迎来一波意想不到的财运 包括可能获得的奖金 或新的高薪工作机会 这种好运不仅仅是偶然降临的 更是他们长期以来努力和付出的结果 在关键时刻 生效机凭借他们的机制和勇敢 抓住了难得的机会 财运因此显著提升 他们的经济状况将会得到大幅改善 这不仅会解决眼前的一些经济问题 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 打下坚实的基础 无论是通过投资理财 还是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 生效机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财务状况 将会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为他们的未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在事业方面 生效机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工作 将会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 他们可能会被提升到更高的职位 或者有机会参与一些重要的项目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努力的结果 也是团队合作和领导支持的体现 生效机在工作中一直以其卓越的能力 和敬业精神著称 他们的辛勤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 事业上的成功 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也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人脉 这一切都为他们未来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他们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自信 在家庭方面 生效机将迎来一系列的喜讯 家庭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和谐 亲情更加深厚 家庭成员之间的理解和支持 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家人的鼓励 还是在他们遇到困难时的帮助 家庭的力量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生效机 他们也将因此更加珍惜 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个幸福时刻 享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或幸福 家庭的和谐氛围 不仅让他们在外奋斗时心无旁骛 也成为他们在事业上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第四名 生效侯 生效侯在官地魔道日这一天将迎来显著的财运改善 经济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财运呈现出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态势 他们在理财和投资方面 一直以来表现出的聪明才智 将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无论是通过精准的投资决策 还是通过合理的财富管理 他们未来的财务状况都将更加稳健和健康 生效侯在财务规划上有着独特的见解和策略 善于捕捉市场的机会 同时也能有效规避风险 这使得他们的财富不断累积 经济基础日益巩固 未来 他们不仅能够摆脱以往的财务困扰 还将有能力去实现更多的财务目标和梦想 在事业方面 生效侯将迎来一系列令人振奋的新机会 事业将更上一层楼 工作也会变得更加顺利 作为职场中的佼佼者 生效侯以其卓越的创新能力和强大的执行力 在工作中始终能够脱颖而出 他们不仅善于提出独特的见解和方案 而且在执行这些方案时 表现得果断而高效 这将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取得重要的突破 无论是职位的提升 还是在项目中的关键角色 他们都将发挥出色 赢得同事和领导的认可和赞赏 这些新的机会和突破 将进一步巩固他们在职场中的地位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在人际关系方面 生效侯将迎来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期 他们将结识许多新朋友 同时与老朋友的关系也会更加紧密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将获得宝贵的帮助和支持 这不仅会提升他们的个人魅力 也会在事业和生活中带来更多的机遇 生效侯天生聪慧 善于交际 他们的幽默感和机制 让他们在社交场合中如鱼得水 新的朋友带来新的视角和资源 而老朋友的支持则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络 将为他们的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的助力 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文财神和武财神将双双降临 带来无尽的好运 财神在中国民间信仰中 是掌管财富的神奇 主要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 文财神多以笔干和范里为代表 而武财神则通常是关羽和赵公明 财神的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远远流长 早在上周时期 便有对财富神灵的祭祀活动 人们崇拜财神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得到财富的庇护和保佑 文财神象征智慧和正直 人们相信通过正当手段获取的财富 才是真正长久的 武财神则代表勇敢和力量 他的保护让财富更加安全 经书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不失者得财富 这句话出自佛说四十二章经 意思是慷慨施与他忍者 终将获得财富与福报 财神的教义提醒我们 通过诚实和善行获取财富 才是真正持久的富足之道 财富不仅仅是物质的积累 更是心灵的充实和满足 只有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 才能真正体会到财富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精神不仅有助于个人财富的增长 也能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和谐与幸福 生效后将在官地磨刀日迎来全面的好运气 不仅财运亨通 事业有成而且在人际关系上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特殊日子的到来更是为他们带来了双重的好运 加上对财神的虔诚信仰和智慧的理解 生效后未来的生活将会充满希望和光明 希望每一个生效后都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把握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第三名 生效阳 生效阳通过勤奋努力累积了大量的好运 现在终于迎来了丰收的时刻 多年来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无论是在工作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表现 还是在投资方面进行深思熟虑的规划和决策 他们的心情耕耘终于开始结出硕果 在工作中 生效阳凭借着踏实稳重和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 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和信赖 逐步攀升到更高的职位和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岗位 而在投资方面 他们谨慎而果断的决策 使得他们的资产不断增值 财务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 此时此刻 生效阳将会看到他们辛勤努力的回报 无论是丰厚的奖金 加薪 还是投资收益的提升 都将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带来积极的变化和改善 在家庭和人际关系方面 生效阳也将迎来一个非常美好的时期 他们将收到亲朋好友的真挚祝福 这些祝福不仅仅是对他们过往努力的肯定 也是对他们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 珍惜友谊和感恩之心 一直是生效阳的优良品质 这种品质在他们的成功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良好的人际关系 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整体运势来看 生效阳的好运将持续降临 生活将变得丰富多彩 梦想得以实现 他们长期以来的努力和坚持 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得到丰厚的回报 在事业上 他们将迎来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勤奋 他们将能够抓住这些机会 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在财务方面 他们的财富将稳步增长 为未来的生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上 他们将享受到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和真正友好的社交关系 这将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整体而言 生效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将会在各个方面都迎来令人欣喜的好运气 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 无论是事业的成功 财富的积累 还是家庭的幸福和友谊的巩固 都将使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幸福 这个特别的日子 不仅是他们过去努力的回报日 更是他们未来美好生活的新起点 在好运的照耀下 生效阳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 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第二名 生效兔 生效兔的好运来源于他们长期以来的努力和坚持 这种努力和坚持 不仅表现在工作和学习中 也体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过去的一年里 生效兔一直在默默耕耘 他们深知成功没有捷径 唯有不断努力 才能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他们在职业生涯中 不断学习新技能 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在生活中积极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 注重健康和家庭和谐 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努力 实际上为他们积累了巨大的正能量 成为好运降临的基础 龙年将为生效兔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好运 他们将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实现自己的目标 无论是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晋升 还是在投资理财方面获得收益 甚至是在个人成长和家庭生活方面取得突破 生效兔都将因为过去的努力而收获满满 尽管运势极佳 生效兔仍需保持重力 不轻信他人 积极进取 避免麻烦 在好运的影响下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诱惑和机会 但保持清醒的头脑是至关重要的 生效兔需要审慎地评估每一个机会 避免被意识的表象所迷惑 只有在冷静分析和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才能真正将好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与此同时 他们也需要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在工作中 积极参与各种培训和学习机会 提升专业技能 在生活中 积极拓展社交圈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只有这样 才能在好运降临时 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去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家庭方面 生效兔的家庭氛围温馨 家人关系融洽 幸福感增强 这种家庭氛围 不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也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是他们在外拼搏的强大后盾 无论是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 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互动 家庭的和谐氛围 为生效兔带来了无尽的温暖或力量 通过与家人的互动 生效兔不仅能够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 也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动力和信心 在这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中 他们感受到的是无条件的爱和支持 这种强大的精神支撑将帮助他们在外界的竞争中 更加自信和从容 希望生效兔能够在好运的忽悠下 继续努力 不断前行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一名 生效鼠 生效鼠在关帝磨刀日这一天 将迎来天喜和天台极星的庇佑 运势飙升 这两颗吉星将为生效鼠带来无尽的好运 使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更加顺利 这些吉星不仅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注入了积极的能量 也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天喜星象征着喜庆和吉祥 预示着生效鼠在这一期间 将会有许多值得庆祝的好事发生 天台星则代表着高盛和荣耀 暗示着生效鼠在工作和事业上 会有重大的突破和提升 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 还是在职场上 生效鼠都将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帮助他们顺利应对各种挑战 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愿望 保持感恩和乐观 积极行动是生效鼠成功的关键 在好运降临的同时 生效鼠需要时刻保持感恩的心态 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充满感激之情 感恩不仅能让他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 也能吸引更多的好运和福气 与此同时 乐观的态度将使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依然充满信心和希望 积极行动则是将好运转化为实际成果的必备条件 生效鼠不仅要抓住眼前的机会 还要不断努力为未来的发展做准备 他们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 并脚踏实地地去实施这些计划 在工作中 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储备 在生活中 积极参与各种有益的活动 拓展自己的视野和人脉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不断的进步 生效鼠才能真正将好运化为长久的成功和幸福 在财运方面 生效鼠将迎来财运滚滚 事业有成的喜人局面 无论是在工作中取得重要成就 还是在财务方面看到显著的增长 生效鼠的努力都将得到丰厚的回报 他们可能会在职场中获得晋升和加薪 或者在投资理财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 除了财务上的成功 生效鼠的人员也会变得更加良好 他们的社交圈将进一步扩大 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贵人 这些人际关系不仅会为他们的事业 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也会为他们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和幸福感 桃花运的旺盛 也为生效鼠的人际关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在这一期间 他们有可能遇到心仪的对象 开启一段甜蜜的恋情 已婚的生效鼠则会与伴侣之间的感情更加稳固 家庭生活和谐美满 良好的人员和旺盛的桃花运 使得生效鼠在生活中如鱼得水 充满了幸福和满足感 生效鼠在关帝磨道日将迎来运势的大幅提升 生活和事业都将取得显著的进展 在天喜和天台极星的庇佑下 他们将享受到无尽的好运和福气 然而保持感恩和乐观的心态 积极行动和不断努力 才是他们成功的关键 在财运和事业方面 他们将看到丰厚的回报 同时也在人际关系和爱情方面 取得巨大的收获 希望生效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能够抓住机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目标 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和困难 相信在好运和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 生效鼠一定能够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明天 以上这五个幸运的生效鸡 猴 羊 兔和鼠将在各方面迎来难得的好运气 无论是财富 事业还是家庭 他们都将经历积极而显著的变化 收获丰厚的回报 对于生效鸡 他们将迎来财务状况的显著改善 和家庭关系的和谐 生效猴将通过聪明才智解决经济问题 并在事业上取得新的突破 生效羊将在财务和人际关系方面 享受丰厚的成果 家庭幸福美满 生效兔则通过长期的努力和坚持 迎来龙年带来的机会和好运 并在家庭氛围中感受温馨和支持 生效鼠将在天喜和天台即兴的庇佑下 运势飙升 事业有成 财运滚滚 人缘好 桃花运望 生活事业双丰收 然而 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天降的好运 更是他们过去不懈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结果 这些生效之所以能够在官地磨刀日迎来如此好的运势 是因为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态度 不断提升自己 面对困难从不退缩 好运是对他们过去付出的最好回报 也是对他们未来继续努力的一种激励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机会的日子里 保持谦虚和感恩的心态尤为重要 谦虚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继续努力前行 感恩则让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 感激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与他人分享喜悦 不仅能够让幸福成倍增长 也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正能量和鼓舞 分享是一种美德 它让我们在享受好运的同时 也将这份好运传递给身边的人 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关帝磨刀日不仅是一个带来好运的日子 更是一个让我们反思和学习的时刻 关羽的忠义精神和坚毅品格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不忘初心 勇敢前行 通过纪念和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 我们不仅缅怀历史人物的伟大 更从他们的精神中汲取力量 激励自己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 愿大家在关帝磨刀日这一天 收获满满的好运 未来更加辉煌 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感受到幸福和喜悦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让我们一同期待更加美好的明天 共同迎接生活中的每一个惊喜和挑战 祝愿大家好运常在 幸福永远相伴